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一个说法 桂志鸿是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香港影坛上名造一时的邵氏协派导演 他的生平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早在60年代初 桂志鸿在台湾国立一专攻读舞台导演 回港后加入邵氏电影 在邵氏工作期间 桂志鸿先后跟随何孟华 张彻等任副导演一职 在1965年 桂志鸿被派到日本送出片长学习 跟随邵氏的日本导演做助导 离开日本归港后 桂志鸿正式扯气拍片 但起初的几部不惊人意 有些黄色歌舞片的意思 直到1973年 桂志鸿和张彻联合拍摄了电影《愤怒青年》 他才开始受到关注 我个人估计后来桂志鸿被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 也是和这部电影有关 在《愤怒青年》后 桂志鸿在邵氏的20多年时间里 参与拍摄了超过40部电影 直到1984年的《走火炮》等片 在票房上相继失利后 他心灰意冷 阔被引谈 后他移民美国金银薄饼店生意 于1999年没跨过千年的坎 因肝癌在异乡去世 以上是导演桂志鸿的生平 似乎看完了也没觉得怎么样 那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关注 还是从电影说吧 毕竟说了三步了 大家对桂志鸿也有了基本的印象 2011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 举办了导演桂志鸿的作品回顾 本次回顾共挑选了八部电影 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 《愤怒青年》《蛇杀手》《沉寂茶楼》《万人斩》《邪》《邪完再邪》和摸 而《林聪杀人案》和《老爷车纵火案》作为短片规律到香港其案里合成一部 对这八部电影 除了《老爷车纵火案》之外 我刚好都知道点 不如从这里逐一聊会儿 《愤怒青年》和《老爷车纵火案》是导演张彻和桂志鸿联联合指导的 其中《愤怒青年》中规中取 没有太多的新意 《老爷车纵火案》较为一般 而且其中的一些引导观众的手段都很低级 但有意思的是 这两部电影后来都被指示张彻梅放手给桂志鸿 败于世卫贼的《老儿不死》 此一点在桂志鸿单独拍摄的《林聪杀人案》里似乎得到证明 林聪杀人案的故事讲述了小寡妇被自己的大伯强奸后 聚于婆家人的淫威 江聪里的一个渴望和别人交朋友的哑巴指认成犯罪嫌疑人 虽然后来小寡妇改口了 但根本没人听她的 同时哑巴又不能自变 于是哑巴强奸案成了黄泥巴掉进裤裆里 不是死也是死 被迫亡命天涯的哑巴在逃亡的过程中又意外杀了人 被前来围捕的警察肯定打死 在当时林聪杀人案用了阔影幕构图 高反差的黑白摄影 这些我也不懂 但确实让人影响深刻 1974年的蛇杀手曾在《小众影迷》里被分为卡特片的名作 《贵志宏》也因此片受到追捧 片中的主人公因为在小时候偷窥父母作爱 看到喜欢受虐并因此情之大增的母亲后 导致她对女人和性爱有了奇怪的观念 与此同时她本人又是一个性无能 于是她开始用蛇谋杀那些看不起她的人 用蛇充当自己那话尝试和女性的肉体交流 最终她自己也被蛇反噬 死于茫茫多的蛇群中 咦 我不喜欢这个电影 太有快感了 《成绩茶楼》是《贵志宏》导演的最出名的电影之一 也是她交出的漂亮的漂亮答卷 《成绩茶楼》之后 《贵志宏》又拍了续组《大哥成》 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万人展》则是《贵志宏》导演生平里唯一一部古装片 故事整体是俗套的古龙武侠剧 但较至以往古龙小说改编电影 本片里没有那么多游侠式的洒脱和华美 片中大部分的场景更多是被破败和残缺占据 充斥着英雄末路的悲凉情绪 电影《斜》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很意外的是这部电影满足了惊天观众的口味 原因也很简单 《斜》的故事里有两个反转 但事实上 在揭开第一个反转剧情的时候 电影才演到40分钟 而第二个反转是影片最后的两分钟 两个反转间隔了很长时间且铺垫不明显 于是《斜》中间较成了篇幅 它的剧情实际是在原地打转的 结尾也有失控的地方 因为桂枝红在日本学习过 所以在电影《斜》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耳方一的桥段 在这里多说两句 《怪谈》除了影响 桂枝红等东洋留学的香港电影人外 对留学西洋的徐克等人也有影响 比如1987年大名鼎鼎的《千女幽魂》 甚至徐克就直言是参考了《怪谈》的美设计 而反过来 斜的故事灵感又出自1955年的西洋电影《恶魔》 斜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成功的本土化改变 让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中国民间猎奇故事 不得不说香港真是个大熔炉啊 至于磨合写完再写 在这里就不评价了 通过以上几部电影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 桂枝红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和能力的导演 但我们不能只看这几部 之前我们说过 桂枝红在邵氏参与拍摄过超过40部电影 其中有古怪的港产德语片《杨气》 这部电影可以算作是女集中营的续作 还有他拍摄的喜剧片《老夫子》 还有黑帮片《大哥成》 还有色情片好几部 总的来说就是桂枝红的电影主题 杂乱无章什么都有 但这也恰好是问题所在 题材繁多看起来像是没有特别的偏好 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桂枝红在邵氏的溢价能力 他不是张彻李汉祥那种有选择权的百万大导 桂枝红更多是受制公司的安排 即便他有不满也只能屈服于公司的指示 更多是在电影里做出抗拒的姿态 比如在电影写里影片最后发射上的厌恶 是彻底的感官刺激 是重色的色情 此种桥段可以看作是桂枝红的妥协 因为曾经的邵氏为了追求商业利益 在某段时期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存在一个现象 不管有没有必要相罗为尽 而至于桂枝红的抗拒或者叫反抗 这个表现就比较复杂了 部分影评人认为 桂枝红电影的无政府主义情节 是他的后辈邱里涛等都望尘莫及的 还有部分影评人认为 桂枝红不过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 在他的电影里 不管是用蛇杀人都用私刑 亦或是让鬼怪充当先锋为大众争夺利益 有一点是统一的 宗众当权者的权威不敢越雷翅半步 故桂枝红的电影 虽然鲁闹的调子都是威风邪气 但底子还是传统价值观 在此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两种评价 我个人是赞同后一种的 在关于邵氏末路讨论里 有这样一种说法 邵氏僵化的制片制度 无法跟上时代潮流错失了很多人才 而导演桂枝红正是在这个档口上 出现在邵氏的一个颇有想法和能力的人 所以与其说他是有无政府主义情节 用鬼怪粉刺社会并入高慌导演 倒不如说桂枝红是在粉刺 冰如高慌的邵氏 他是个体制内的反抗者 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